外头大环境再不好 家人是我们放松身心 重过能量的地方 如何塑造无压力的居家环境 其实善用天然植物和水手可得的材料 就能轻松改变居家气氛 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高度 现代化的一个社会 所以我们的居家环境 应该是要比较走入一个自然的一种风格 例如说我们的居家里面有一些树木 或者是有一些水 或者是有非常流通的这种空气 这些元素都是对于一个人回到家之后 他能够很快地放松自己的身心 有很大的帮助 打造放松的居家生活 一进门充满绿意和活力的环境是第一步 简单利用四种废弃物或旧物 将你用花草植物玩出创意布置 大家好我是Julia 今天跟大家分享家里的玄关 可以怎么样做布置 然后这一次是以植物为主 主要是因为在家里的玄关 如果能够放几盆植物的话 然后植物它又代表生生不息 有一种自然的律动 可以用家里的一些废弃的 所以我好比这个是一个水壶 烧水的水壶 然后它坏掉了之后呢 一样就是把它上色 你可以用油漆 然后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颜料 把它上色 均匀的上色之后呢 然后在上面写一些 可以画图案啊 或是写一些简单的字 然后再把植物 就这么简单就这样把它放进去 就可以了 就是39元商店买回来的木盒 那我买回来之后呢 我就在这边做一个麻绳 把它吊上麻绳之后呢 放上一盆绿色的植物 那这样子旋垂的植物也很好看 还有我们在修修剪剪 有时候我们会用到一些工具 一些工具 这些小铲子啦什么的 小剪刀啦 其实你用一个这样的一个 旧旧的一个铁盒把它装起来 其实也很有味道 这个东西呢是去 废弃的 就是剪回来的啦 废弃的鱼箱 鱼箱的盖子 鱼箱的盖子 然后也是把它上色了之后呢 自己就随手写下我自己的 就Welcome Julia's Garden 就是我自己的我旧料的花园这样子 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布置 布置花草绿椅的玄关 有个关键技巧 就是高低层次要分明 有些盆栽可以用小椅子架高 有些小物品则要放低 凸显每个装饰的视觉感受 不需要花大钱 你也能为成本的玄关增添活力 让你每天一进门 都拥有好心情 我又会替你 不需要花大钱 我都拥有好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